警车记录器看到白色小客车车头卡着一辆机车 随着小客车行进路线 机车与地面不断摩擦 一路上火花四溅 而小客车却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 原来是因为驾驶不止酒驾 还撞到人后肇事逃逸 26号凌晨5点桃园中正路发生一起警匪追逐 一名虚姓男子先是在台北自撞电线赶 之后又驾车到桃园找朋友喝酒 行经中正路时闯红灯被警方拦查 许男担心酒侧被罚 于是加速逃逸先往炉竹方向又绕回桃园市区 期间不断逆向闯红灯试图甩开远警 更是在飙车过程中撞上一名对象女骑士 造成对方双腿骨折 该自小客逃逸期间不断折行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 远警以警车拦截将该车逼停 撞到人紧海跑警方强行压制 警匪追逐终于落幕 许男九册值0.09并没有超标 但心虚平命逃窜 全案被以公共危险肇事逃逸等罪嫌送办 受伤的女骑士也被紧急送医救治 3 4